纽约这里 我们刚刚坐火车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从纽约的Grand Central出发来到了这里 叫Beacon,Beacon站 后面这个火车还没有走 因为上面人海比较多 今天是一个周六 下周一小长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Beacon玩一玩 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 因为发现好像我们订的太晚 做计划太晚了 其他地方机票都有点贵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Savirana 对比如说那些地方 我们可能以后会去 然后这个Beacon呢 因为它离留也比较近 以前是看到这里附近有一个 Cold Spring 以前秋天想要去的 然后呢我们没有去 然后这边发现这个想要说 Beacon也还不错 我们就现在来这边看一看 好我们现在 这里 这里还是挺冷的 那你来问一个问题吧 所以 所以这边为什么叫Beacon呢 那是因为这个和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有关 因为这里附近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Mountain 然后呢这个以前的 Beacon的意思是一个灯塔的意思 他说以前这些山上有一个灯塔 可以给这个独立军来报亲 然后告诉这个英俄军队在哪里 所以这是一个名字是跟独立战争有关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Welcome to Beacon的牌子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Beacon 河山下来非常的荒凉 非常的空旷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Welcome to Beacon的牌子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这个Shallow的站 这个Shallow呢是那个 每周一到周六好像 反正周日没有Shallow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了周六来 但不一定会坐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第一站 是这个叫Dear Beacon 是一个这个美术馆 我们应该走过去吧 嗯 我们现在在走去这个美术馆的路上 然后走过去大概要七分钟 我们刚刚坐在火车上 是坐着坐在这个火车前进方向的左边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从纽约 从南到北到这里 行驶方向的左边就是这个Hudson Valley 也有时候你们又比这里看到的背景 是有一个河景 就是有一些河景 Hudson Valley 我看它是就是一个长长的这个Valley 有河一直冲向这个很北方 比如说Albany都是有这些 这些河 那这里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 以旅游业为主的一个 一个 这一个城市 这里 这个就 主要是两个主要的景点吧 一个是这个Dear Beacon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这个Main Street 可能又是一个小商业街 我们等会儿都会去看一下 这个我们今天准备是来一个Day Trip 这个吃完晚饭就应该回纽约了 好我们走一会儿就看到了这个Dia的这个路牌 或者沙南牌 然后这个博物馆应该就是前面这个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到这个入场的地方取票 好刚刚我们从后面取好了票 然后呢我们这个把衣服这个check了一下 现在这个六位有点冷但没关系 这个下一个就是这个场馆的进口就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就进去吧 好进来的地方可以看到就是这个museum有两个section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这是这个museum的这个地图 它只有一层 一层可能还挺大的 我们是差不多11点 这里光线不太好 这样还行 我们是差不多这个11点45分到的 这个地方呢 周六和周日的12点和1点半有一个tour 所以我们准备等会儿过一会儿 就去这个入口处等这个tour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这个展品都不是画 都是一些这种这个这个雕塑 雕塑也不叫雕塑 这里都是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这个装置 然后呢这他们在里头没有什么讲解 就没这个墙上也没有什么讲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tour还是比较必要的 如果要这个走这个场场馆的话 可能这个走走完可能20分钟 就每个地方看三秒可能20分钟也能走得完 因为他在这里的不是什么画嘛 然后但是这个理解的话 还是需要这个这个有专门的人来说一说 我们就是得要感受 嗯 看到其中有一个厅还是有一些这种艺术品 但里面都是这个白色的这个画 很白色的 那有一些这里还有我们来看看其他的 现在也快也不早了 我们可以回去来这个去参加这个tour 现在12点了我们来看这个tour了 然后这里的tour guides 我们现在一定在等待住 那里的这些线的装置就会让人觉得是玻璃 比如说这种地上就有线 实际上这就是线 然后反正里有个粉色的这个屋顶 我们这个tour有大概一个小时限也快结束了 这里还有一些灯光艺术的小光 三角线 然后呢那边还有一边 这里也是一个大型的标策 这里也是一个大型的标策 我们现在可以either上去或下去 我们先上去吧 看这个Louise Pool 二楼的展馆就有更多的标策 其中呢就包括我们这里看到这个spider 我们再来近距离观看一下这个蜘蛛 我们现在来到了蜘蛛的另外一边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讲解这个tour她说的内容吧 这个tour里面第一个试验她说的是这个dia 那为什么叫这个dia这个名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dia这个叫英文的意思是go through 对就是一些diagonal啊diagram啊 或者是还有其他词都是这个dia 都是go through的意思 然后为什么要go through这个什么艺术呢 所以这个dia是一个foundation 它在这个纽约的chelsea也有艺术馆 就是想要让大家来这个更多的接触艺术吧 嗯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跟这个tour 还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这个tour的这个讲解员 他也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哪里的呢 是cooper union的cooper union毕业的visual artist 然后他现在是 他现在应该有20岁 对 他整个career就在hudson valley这一块 就是他的visual artist 是对 然后呢他今天给我们讲解了很多个场馆 应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对 有没有说的响一点 对 哎呦后面太吵了 嗯 嗯 嗯 好 刚刚后面一群抢劲的人走了 这个声音也 这个背景也轻下来一点了 我们继续 我们刚刚问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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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展馆呢 对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因为这个museum他旁边那些这个insolation他的不是不是有开不成挂在墙上的是有一个就是一个board或者扫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后来跟着小姐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他会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场馆比较大 我们那个讲者他会讲一些一些很细节的selection 就比如说这个展馆他的窗玻璃他是有一个人有一个艺术家经过了就 he spent two years to study the light of Hassan Valley 然后呢去made a lot of delivered choices of比如说这些窗户他应该怎么去设置啊 对 因为他这边原来是一个工厂的房子所以他要相当于是要设置一下这边的光线 然后能够让这边的installation的光线能够optimize 对 就是有一些玻璃 所以这边很多的展馆都用的是这个自然光 然后呢就是如果天黑的话这里面展馆也是黑的 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玻璃他就是有一些玻璃他是clear的 有一些玻璃他会故意就是就是变成毛玻璃 然后就是他也在就是他也在signify 就是就是相当于是一边是自然光一边是阳尾就是控制他的光 然后因为这边原本是industrial building 所以就是也在signify一个nature和industrial的对 一个一个结合和对比 嗯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地下一层 这里就有很多巨型的这个空 上面的光斑是这个光从窗户里面射进来 每一个摆设这海底里面还能进去 进去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好现在我们再到地下二层 这里面好像看起来也是一个光影的这个 我们走到了这个展厅的一侧 这个展厅还是非常的空旷 这个装置还是能拍一拍照 我这里是楼下的最后一个场馆了 这个馆里面就是也是非常的黑 有一些这个视频也有一些这个雕塑 好我们现在从这个民进出来了 要去中午吃饭的地方 现在在外面看一下这个 离开的这个这个市 它好像非常的安静 和我们这个这个大学的这个伊萨干差不多了 好我们这个坐车回来了 坐车出来了 来到了这个这里的这个main street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商业街 可能是唯一一条商业街 然后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叫 momo valley 我们又进去吧 哎呀这个momo的这个餐厅人太多了 要等半个小时 我们就就拿了个号 然后在这边等一下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我们现在在这边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这个beacon station打车的 然后这个dear beacon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今天下午 我本来的想法是要去这个mount beacon park 来做hiking 它可以落到秋天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 看下这个beacon falls 然后呢在看后面吃饭吃好饭 从这个东边一路走到这个西边 这里的这个红绿灯也比较有特色 我们走一点点路就来到了这个waterfall 这个小瀑布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铁轨 但可能这里这个铁轨也不同车的 我们进雪域来看一看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瀑布 名字叫fish kill overlook falls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瀑布 还是看得到 应该看得到 它自己还是挺小的 然后呢这我们后面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road house 是吗 对它是一个酒店 它就有一个宾馆 但它也是一个餐厅 然后呢在那边用餐的人 他可以来看到这个瀑布的景色 它这个瀑布再来看一看 这个也太小了 这个就很像那个cornell 这个报寿门口的那个 bb lake上面的瀑布 然后顺着它就飘下去了 嗯 就觉得它长得稍稀 真的吗 嗯 所以这边就是很多地方都跟 口尿比较亲 嗯 而且也比较安静 对 这条这个main street上面 我们看到它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逛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不去爬山 还是个河桃的选择 现在现在我就逛街 现在回到了这个餐厅 这是一个尼泊尔主持的餐厅 我们现在点了两杯饮料 第一杯呢 这个叫这个chia 它是一个尼泊尔的spiced milk tea 我在里面加一点糖 然后另外一杯呢 是这个叫什么butter tea 它好像说 这上面有很长的一个餐厅 也是好像是什么 呃什么kibet那边的 那边的地区 它有这种butter做 好像我猜是热量很高 然后在我的面前 对 我们来这个尝一下 先尝这个butter tea 嗯 这个是咸咸的 然后我们用了我们butter的味道 然后这个 这个一杯下去可能可以 预寒吧 这个这个 这个寒冷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放了点糖 我来搅一搅 这个是这个chia 是尼泊尔的milk tea 嗯 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香气 有一点这个香料的这种味道 那跟普通奶茶有什么区别 嗯 我可能全的不是加了很多 又不是那种 印度啊 又是那种地方 那个香料的 有辣辣的感觉 没有辣辣的感觉 没有辣辣的感觉 但是就是非常的奇怪 我们本来想要点这个 Hot Lemon 或Cover Honey 那这个可能不太奇怪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又吃一些没有吃过的 又喝一些没有吃过的 又喝一些没有吃过的 真的不错 哇 这个buttery好buttery 就咸下一个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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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可以觉得到 为什么它会 就是 为什么会预点 就我觉得它不仅是Botter 味道 它的奶味也很重 嗯 就是会让那个Botter 味道就是 柔和 是 那种那种那种感觉 再试试你都会这样 嗯 好啊 我知道你说那个香料 是什么样子 就是 就是 就是你感觉像在 湿意度嘎里 里面的香料 但是它变成了奶茶 嗯 但是我觉得它奶 它奶味还没有这个重 哦 我觉得它 而且这个比这个还要咸呢 是 我们这个加的是Oat Milk 它这个里面也有 Regular Milk 和Oat Milk 这个也有什么选择 都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店里面 这个店呢 还是 一些小 比较小 可能只有10桌不到 但是这边还有很多植物 太累了 太累了 我要插一下 这一个茶 我们刚刚查了一些 它在英文叫Butter Tea 它在中文就叫酥油茶 对 对 好 好 我们这个点的这个叫 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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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店的名字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这个 一种小猫 然后这个里面好像也是会有 汁水爆出来来吃的时候 这小猫包很香 你看 这个其实它长得 哎呀它这个都 都爆开 就都出来了 先尝尝那个吧 先来尝尝这个 有点好吃的 是这个汤 这个汤好像有些菠菜 这个汤的味道 有一点点辣味 但是也有点咸味 非常鲜 我以前从来没有把小猫包放在这个汤里面吃过 这个汤里面是什么牛骨汤或者什么汤 非常的鲜 里面还放洋葱 牛骨汤很配 我再吃一个 这一个好像它没有破 所以我们来 希望它这个汁水能处 我们这个猫猫点的是牛肉馅的 你觉得它跟我们平常猪肉馅的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这个牛肉馅的它也长得也长不一样 我现在吃到它的汤汁非常鲜 有牛肉味吗 不太浓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能的 哦 反正也没有像这些菜的 就是创临 看到有那么多香味 是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美味是从哪里的 哈哈 好 那你来吃这个 所以 它上面说有 嗯 这应该是lantot soup lantot soup 是一个蔬菜汤 对 然后这个是jasmine rice 然后organic curry chicken 然后 stream beans and potatoes 嗯 salted garlic greens 哦 这个greens就是菠菜的 对 然后这个是pickle 哦 来看看 那我就按照他介绍的这些是吧 lantot soup 嗯 嗯 反正跟那个印度的lantot soup挺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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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 就先吃了 然后 它是chicken chicken chicken好像挺大壳的 对 它是有 一块 就是个鸡腿 一块鸡腿 一块 大鸡肉 嗯 还挺多的 一块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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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香料啊 嗯 有香料更浓一些 最后鸡肉的那个奶茶 是同一种香料 哦 嗯 然后 薰鸡肉 鸡肉 这一块鸡肉 还可以吃到 这个鸡肉 它不贴了 还有加上鸡肉 嗯 这个鸡肉 嗯 我说这就是 尼泊尔的这种拼盘 这个叫 Everest Platter 这个叫 Depal's National Dish and Sherpa's Platter of Choice 就是它的国财 那个Sherpa 这个人就是 竹宫的时候吃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东西 food motor 可以powerful 看来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感觉是garm 就是普通的这个菠菜吗 就是garm 就是水煮了菠菜之后 放点garm 那个半口的garm 吃吃看吧 好 现在吃好饭了 就在这个小镇上逛 这里的店都还比较精致 有一些花花 草草 还有一些小东西 我觉得今天我们肯定会买到一些好物的 嗯 这些店也都还挺精致的 我们现在再来逛一些这个衣服店 好 我们从这里出来了 刚刚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呢 这边还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gallery啊什么的 还有吃的 这里这个东西非常的丰富 然后 我觉得 那边还有奇怪的一些雕塑 这里的店都还挺有趣的 比如说这里有个tibet tree of life 大概是卖tibet的一些产品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洗澡的男士 原来这是一个卖bubble bath and bubble的店 然后这个是这个洗澡的浴室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嗯 这家店很有意思 还有卖这个ice cream加酒的组合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这个body wash 什么的 远处是一个beacon的这个movie theater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上是个房全中介 来看一看这个房子的行情 这个四个bedroom 750K左右 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后 就是远处就是这个山 我们以后可以过来hiking 你觉得这个小镇怎么样 我觉得day trip还挺开心的 嗯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好的时候 对 中午 中午在漫游吃个饭 然后下午再逛一逛 是 刚刚我们在买好那个衣服 问这个店员应该怎么玩 然后这个店员就说晚上 就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main street走 就是在一边走 走完再走另外一边 不停下来去逛店的话 可能这个十分钟可以走完一边 刚刚我们是在这个最东端的 这个main street最东端 现在我们是在往西走 就是西点 中间这个没什么店 嗯 有一个post office 这里又看到一家小店也不错 这里又看到一家小店也不错 这里是卖这个家里的一些装饰的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盘子上面写的这个 today is my new favorite day 还挺好看的 这个好看啊 是吗 这个 嗯 这个也要挂着 嗯 我们现在结商了这些东西 这家店里的其他一些小玩意也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好喜欢这个这个 这个拿着柠檬的这个小 然后小可爱 嗯 这个睡到我的小宝贝里 嗯 哈哈 很好玩的 嗯 这家店 这个东西挺多的 好我们刚刚的这家店叫beacon delight 然后呢 它的旁边就是有一个猫咖 cat cafe 我们看一看 哦 这里就有一只小猫 我们可以进去再看一看吧 我们刚刚没有进那个猫咖 因为觉得这些猫也没有怎么营业 然后呢 这里有个glaze over donut 就像这里这样 它们好像是你自己能选做donut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 哇 这里面人好多呀 好 这里呢 它又是可以让你拿一个菜单 然后让你选一个glaze 一个topping 一个drizzle 我们刚刚已经在开始选了 然后呢 这里面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选的 就是有一个小菜单 我们准备拿两个donut 好 我们选好了 就是第一个是donut of the day maple glaze glaze 加coconut topping 加上rasperry drizzle 第二个是这个hazel and chocolate glaze 然后oreo的这个topping 加上marshmallow的这个drizzle 好 这看起来很不错 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菜单交给了这个 我们是结账了 然后看了一下 两个donut才要4块7 这个有点 比较有点实惠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这个donut 这个好好看 嗯 还有事人很多 我们就可以现在进去看这个donut怎么做的吧 好 现在就能看了 这里就是 隔着一层玻璃 就能看到这个小哥在做 炸这个donut 看起来是一个流水系 对 这里有很多游泳圈 对对对 就是从这个 这个里面出来一个游泳圈 然后游泳圈飘到这里 对 然后飘到这里呢 也可以拿掉的 对 你看这个很神奇 他又是知道的 因为这游泳圈在排队的 刚刚这里就多出多了这个下来的一个这个 你看看 又来了 一个下来了 可能下来了又慢慢往前炸 这个还有水流 他还能分 他还能分这个 这有一道门 我知道是那个你要去这个左边 哎呀 前面又掉出来了 那边又出来一个新的 这个小哥就把这个掉出来这个东子 去那边加一些topping了 然后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配料 那边大概是在做这个donut的这个酱 它这个下面先炸熟了 然后呢这里 所以就右侧是炸那个donut的下半圈 然后呢这个翻过去以后 这个donut的上半圈就要开始被炸了 我们到那儿再来看一看这个它被翻 对 所以现在就是很好意思 这个机器还是非常好玩的 再来看一看donut是有什么做的 嗯 就里边现在空了 因为那边它这个donut的这个酱 这个料它在这边拌 用这个mixer 然后这边还在加一些什么液体 叫什么cream liquid shortener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哎呀 这个donut它没有被翻面成功 两手都被翻面了 好了 现在大概是这个老板一样 把这个 要把这个面糊倒进去了 哇 真大的 现在倒进去以后 这个donut的机器就可以开始 再次的来制作这个donut了 那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它都是一些这个电货的奖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它说是2020年是bestdonut的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 2017年 18年 22年它都是bestdonut 这家店挺不错的 好 这里它这里好了以后这个店主会叫 我们现在拿好了 我们的这个donut 看看 我们现在只拿了只买了两个 但有些人好像我看他们会买这个dozen 1dozen的donut donut开箱了 好 来这个看一看 哇 这个donut就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们的这个topping啊 这个glaze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们这个左边这个donut 我们来这个再来recap一下 左边这个donut是这个maple的glaze 然后coconut的topping 然后这个drizzle是raspberry 然后右边呢是这个hazel的chocolate的glaze oreo的这个topping 还有marshmallow的这个drizzle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 特别好 好 好 那你来吃一口吧 我现在尝尝这个第一个drizzle 他这个肉肉的真好 对 因为是新鲜做出来非常的热 对 暖暖的 他这油脂还挺好的 glaze cookie 哦 是cookie 是别人的 哈哈 这是个热量炸弹 好吃 就是就是那个松松软软的 然后我觉得你那个grasperry jizzle选的特别好 嗯 因为它整个就是酸甜味就好 好 你再吃一口吧 就选这个它好了 看一下里面里面它就是这个这个普通这个donut 也挺厚的 对 但是它真的非常松软 很好吃 刚刚做出来就被我们吃掉了 然后我也再来吃一个刚刚吃过的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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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要就是 这个甜味都是由这个rasperry 这个酱倒进 倒进 然后呢 这个coconut 它也有这种软软的嚼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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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面糊 就是这个 donut的面糊也是甜甜的 嗯 嗯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还摸到一手一小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现在是第二个 你先把第二个拿出来吧 喝 我就不打了 我们第二个是这个可以给镜头看一看 哎呀 哈哈 嗯 有有那个那个 是黑洞的chocolate的那个gades 然后oreal的crumbs 还有marshmallow 嗯 嗯 嗯 先吃一口吧 我觉得这个oreal应该会非常好吃 再来上 这个就是我们是黑色和白色的搭配 你说的对 嗯 你说的对 这个oreal就趁了一下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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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ster就出来了 嗯 好吃 嗯 嗯 再来试一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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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还有这个巧克力就是厚重 但是它这个巧克力 这个oreal就一下子 就非常的嚼劲 脆脆的 而且吃它也没有像这种吃那种 甜甜的那种那个那个糖啊什么的 就有些有些东的它上面还放那种甜甜的一粒一粒的那种 那种小糖那样吃就觉得非常最饿了非常有很多糖 但是吃这个虽然也是有很多糖 但是就感觉吃的是这个oreal的这种 嗯 没有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直接在吃糖 所以觉得还不错 哈哈哈 拜拜就先放下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家店非常不错 推荐推荐 嗯 那名叫glazed over doughnut 嗯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吃了 我们刚刚从这个doughnut的地方出来了 现在来看到一个之前我们在攻略的时候 看过的一个吃饭的地方 它叫这个Hudson Valley Food Hall 就只是我们应该不会现在开吃晚饭 好香啊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吃晚饭 但是就来看一看它 它好像就是就像一个小池塘一样 非常的棒 哎呀 它这里 好像还有 就是我觉得这里 这个这个各国的美食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比如比如这里又还有个尼加拉瓜的food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 来到这个Zaka Joy 这个也是在网上做攻略的时候 有一个人推荐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可能就是一些小文具 还有这些小那种特色的店 哦原来这个Zaka是杂货的意思 然后呢 这边就有点像这个文具店 但是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非常好看的玩具 哦 这还挺好玩的 这是个小文包 哦 是吗 是展望草的小包 哦 哦 这个同学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这个plushy 这个smoor是太可爱了 嗯 嗯 那你听他干嘛 你听他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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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快到了这个mainstreet的尽头了 那边差不多就是尽头了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 叫Hudson Beach Glass 是这个卖玻璃制品的 我们去看一看吧 这里就全都是玻璃做的东西 这边的这个玻璃制品都挺精致的 这个也挺贵的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glass blowing studio 可能是教你这个来吹玻璃的 这边就是这个glass glowing studio 但是现在关掉了 哦 这里还是热热的 里面应该还有这个玻璃 这边是很多的颜色 我们现在从这个玻璃店出来了 外面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 用木头做的这个一个羊路 或者是路 应该是路吧 这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 那边好多灯 红灯的地方就是这个mainstreet的尽头了 好 现在是晚饭时间了 我们来到一个Ziet 新闻就好多久呀 这家店还挺火的 我们刚刚进来以后还要排队等了半个小时 我们就去外面挂了个超市 现在我们来的菜来了 这个是patter 我们的饭店呢 是一个Palestinian菜 然后呢 这个是有一些这个豆腐 然后呢 一个这个salad 还有一个hummus 然后这个barracore 这里是一个鸡蛋 然后这是Pickled Fern 然后它有Oliven油 然后呢这里是一个什么酸 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面包dip进去 然后再拍这个图片把面包当成一个勺子这样来吃 你想要搅拌在底下的酸酸吗 嗯哼 嗯哼 它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我最喜欢的 哦那是太棒了 谢谢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还有一个菜是这个 这个是个鸡蛋 然后这里应该也是一个鸡蛋 好 我们现在来吃 先把这个酸一酸 然后dip一下 这个Oliven油 Oliven油 然后这个酸好一点大 我们吃的小一点 像把它放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这样啊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放一点这个 放点这个豆子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 这个 这个 salad 对啊 我们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味道了 对 然后在中间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 然后 我来吃 这 放在里面 我当成是放在里面 汉马斯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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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汉马斯里的 汉马斯里的 我们这个汉马斯里的 放一大坨 现在先吃个鱼带汉马斯里的 shows like this 很烫 很清爽 很清爽 很香 methods 很清爽 非常清爽 improv言 这个芭芭干豆是跟哈佛斯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这是蛋糕 对 好吃 我们这个芭芭菇还没吃了 再来蘸一点 olive oil 蘸点粉 再蘸点肉 然后再来蘸 我觉得这个 我是觉得芭芭干豆是比哈佛斯要好吃 再加一点这个 抵护 是什么 是什么 卡拉夫是可以 卡拉夫这个是硬硬的 嗯 再加一点这个 哈佛 然后就把它切开来 然后就把它切开来 嗯 卡拉夫有跟这个 这个是上面加的哈佛斯 下面再加一个芭芭芭 卡拉夫是有什么做的 哦 哦 Made from chickpeas 哦 还有 Broad beans 那你觉得这个这个派特好吃吗 那四块 我觉得它还挺 挺开胃里面 还挺清爽 然后有点酸酸的 它属于这个开胃菜 对 好 我们现在来吃这个 麦蒜 那个麦蒜是这个 这个桌点这个国家的 一道 垂着什么 对 然后我们点的是 羊肉 再加上它的这个 优格酸 对 然后这个 最下面是不是还有 Peter Bread 好像是 对对对对 你可以翻一下 对 这边能看到有这个 Peter Bread 它是 就是羊肉 over Peter Bread 这个是米饭 对里面有米饭 好 那你来尝一口 你来尝一口 就加块肉 来找一块 找一块 它是应该有yogurt的 刚刚也给人看到 它是从一个很大的罐子里 一个倒出来的 它这个yogurt sauce 就是 感觉比Thomas要 就是鸩酸的 那它会有更多甜味 就是更甜吗 因为我觉得甜味多 奶味多一点 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是热的 所以就还不错 我觉得 然后这个好像是老本羊 这个Favorite Dish 对 好 我们现在要吃这个 这个Lamb Kebab 这个Lamb Kebab 它旁边呢 有一圈 一圈是一半Pammerse 一半这个Baba Gagnus 就是这个 这个 一个茄子的一种 像 现在这里还有两个饼 我先拿一个饼 然后这个饼呢 我就把它弄开来 然后呢 就这个 我再搞一点 这个 往旁边 这个你看 这个一圈 这样子 非常的厚 非常的 这个可以的 非常大 把它就包在里面吧 然后这个Lamb Kebab 我也不知道它们应该怎么吃 那我就把这个Lamb就把它拆下来了 把它拿一个 拿一个在这边 拿好以后 再尝一下 旁边还是冷冷的 因为这个 旁边的这个Hummus是冷的 把它 填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Lamb 拿一个拿下来 然后呢 把它 我就把它裹进这个饼里边 然后吃一口 看一吃 看一大口吃的好香 再舔一下刚才你舔过的地方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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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这个羊肉 配上面包 和这个 他们的 这个小酱 和眼泡 感觉比较滤 我觉得 应该是冷 把它吃完的 那可能 还是这个 虽然 鱼肉 可能更好吃 因为它更独特一些 嗯 嗯 哇 进来 好厚呀 然后再来搞这个肉 好 我们现在吃完饭了出来了 现在大概快要10点钟了 是吗 快9点 现在大家 现在快要9点钟了 我们刚刚去的这个餐厅叫Ziatun 我问了这个老板娘这个词在这个 这个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olives 嗯 对 好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这个火车站了 火车站走过去要大概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是在乘这个MTA North 回到纽约的这个Grand Central 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Day Trip了 你有什么要感想吗 今天很开心 也吃得很开心 就是就是我觉得今天有有非常儿气的时候 就是需要在那个美术馆 就是really调动自己的perception 然后去感受那些light和space 它的变化也是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 的确是有一些 有一些它的装置的确是有 让我们 see how like human beings can perceive things differently 然后 然后之后就是逛街逛了好可爱的小店 嗯 那个也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simple 对就是逃离工作放松心情 然后今天还吃了好吃的一个尼泊尔的cuisine 一个是这个巴勒斯坦的cuisine 都非常好吃的 好 那我们又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就回去了 开心的 忘了吃了一天 对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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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个手 这个这个 这个B肯为什么叫B肯呢 是因为这个 你这个这个地方 反正你运约也不远 然后以前是这个 你美国革命 我突然想到一个 你看你看我问你 为什么叫B肯呢 好好好 好好好 那你说吧 出来出来 好好好 这个museum 我看每周六和周日 十一点有一个tour 十二点有一个tour 我们的话就等十二点的这个tour 你不是说是十二点和一点 不是是十二 十一点和十二点 我们来再check一下 对 ok 好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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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